中国和几内亚笔哨都是发展中国家 合作潜力非常的巨大 去年我在上海进博会采访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来自于几内亚笔哨的妖果 而中国是专门为包括几内亚笔哨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免费的展台 能够使这些国家的特色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 今天其实我们也专门带来了几内亚笔哨的妖果 虽然每一个妖果都很小 但是我知道这是几内亚笔哨的支柱产业 有80%的人口从事着和邀过相关的行业或者是工作 所以今天特别想请您介绍一下 还有哪些金雅笔哨的特色产品您想推荐给中国消费者 我们已经很高兴认识 所以我认识很高兴认识 我们的产品很高兴认识 我们的产品也有甘亚笔哨的特色产品 而不是只有我们的产品 而我们也有专门 因为我们的产品是很高兴认识的东西 选育了水稻品种37个 而且指导一些地区来试重水稻 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比如说单产是从每公顷1.4吨 增加到了4.9吨 所以您认为中国专家 在帮助充实几内亚笔哨米袋子的过程中 还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如何来评价双方在农业领域的合作 刚才您也提到了 这个产品也有很多農家的产品 也可以作为特色产品出售 对于未来中国专家专家之间的经贸合合作 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们必须要加上升这种能力 我们已经有这种产品与加上的产品 对于产品与加上的产品 这只是增加上的产品 而增加上的产品 对于产品与加上的产品 但是我们必须要加上的产品与加上产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